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全國政協常委 星島集團主席何柱國何老闆 他接受了TVB節目講清講楚的訪問 在訪談當中他繼續妙語連珠 非常之精彩 在節目當中何老闆自爆 說林鄭曾經在他背部剪刀了很多刀 至於林鄭打小報告的內容是甚麼呢 何老闆沒有提及 但他兩位其實都數有職願 最早可以追本溯源到2018年的時候 在當年的9月 星島集團旗下的東周刊 舉行了成立15周年的慶典 林鄭是其中一位主禮嘉賓 他在支持的時候到底說了甚麼呢 他就說品牌要有三個特質 可信道、可靠道、與時並進 東周刊長遠能否做到 大家拭目以待 嘩 這段說話當然很不給面 人家成立了15周年 你又說人家的品牌能否做到這三個特質 就要拭目以待 那你到底是裸警還是鄭慶呢 後來東周刊對這番說話有回應 標題是衷心感謝特首激勵 中間有一段說到 東周刊復刊15年來 一直堅守專業 期間特首都換了四任 本刊經歷了當中的風風雨雨 喜喜樂樂 事實上 綜合性周刊接員一間又一間 唯獨東周刊扼納不倒 正因為有公信力報道真實新聞 所以才得到讀者的認同和信任 未來東周刊必定會更鞭策自己 堅守本分努力前進 你不給面 人家一樣不給面 東周刊扼納不倒 特首換了四任 這句話當然是話中有話 大有懸外之音 而林鄭在東周刊慶典當中 扔下的那句 拭目以待 後來在何老闆多篇諷刺林鄭的文章當中 無論在標題或內文 都曾經引述過 雖然不知道林鄭肯睹人背後 說了什麼壞話 但從這些公開的資訊都可以顯示 似乎裡面真的大有文章 在這個講清講楚節目當中 何老闆還批評林鄭 說他花了很多錢 都是納稅人的錢 在處理疫症的時候買回民望 是我們的錢 實情何老闆這番說話 都是相當客觀的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 最近五次的民調顯示 林鄭根本上連續五次都已經微聲了 有些人真的對於政策買票 對於用錢買民望 是有反應的 雖然來說 那個反應不算很強烈 但用錢買民望的目標對象 也不是那班深黃群體 而是說那班非常淺黃 中立乃至是淺藍的人士 這個政策 無非是想這班人 在選舉當中歸隊 就不要黏在深黃那邊 事實上這件事是否會照顧呢 大家可以從民望當中看看 林鄭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最低分是19.6分 但到了最新的一次調查 就是上星期公佈了 到了升到27.9分 連續微升五次了 27.9分是自從去年7月以來的新高 即是說林鄭已經買回民望 就回到去年7月的水平 到底會不會再升上去呢 就不知道 也對於選舉的影響有多大 都不知道 一天不開票也不知道 但是他這個政策的影響 是不能夠被忽視的 所以一定要三番四次強調 今次能夠打贏這場疫情 其實就不關特區政府 不關那班高官費官容官士 而是依靠的是民間的力量 是民間的自救 是通過了民間擁有03年的時候的經驗 大家通過自律來打贏 不關林鄭的事 一定要強調這一點 好了 就說回這個講青講錯的節目 那個主持就問到他 到底特首和高級官員是否需要問責下台呢 何老闆就說對方應該思考一下 對不對得住自己 他就批評林鄭好像一隻鴕鳥一樣 當沒事發生 事實上一個人登了大圍 就很難自動放權 是走出來的 因為他做行政長官的位置 不僅是可以滿足他的權力欲 而且是有錢的 現在加到四十幾萬一個月 還有那些非實報實銷的津貼開支 所以是很和美的 有些人做過行政長官 都想回頭再做 更加何況現任的 當然是想再坐一會 哪有人肯自動離開椅子才行 現在回想 之前路透社發放的錄音 他講到自己如何如何 又說 有得選擇的話就走了 這些那樣 這些只是放風來 回想起來真的不可信 如果這個人想辭職很簡單 第一時間不需要通報中央政府字 你走出來跟市民說就行 你說你想辭職 如果中央是決定挽留你 甚至是否決你這個辭職的話 這個責任就落在中央政府身上了 那你林鄭敢敢出來說這句話 你絕對就不夠膽了 萬一你真的說了的時候 中央又不挽留你 然後你真的要扯 那你就很沒面子 所以這些要辭職的全部都是空話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這隻葉劉 港台節目《鏗槍雪》 昨晚就播出了一集 由資深大律師石永泰訪問新聞黨主席 這個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 他在裏頭說什麼話呢 完全是歪理連篇 石永泰就問葉劉 2003年的時候 當時的特區政府就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去年特區政府就推動《逃犯條例》的修訂 其實也是在反映政府和政治人物 在掌握民情方面又再重度複製 那為什麼又再出現誤判呢 葉劉就回答他 說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地方 民意都是兩極化的 沒有領袖可以獲得全民支持 這些也是廢話來的 喂 當然沒有人會獲得百分之百的市民支持 但是你起碼要取得市民的共識才行 喂 沒有七成都有六成人支持你 喂 如果你推動一項政策的時候 根本上是超過一半市民反對你 你怎麼還可以去推行呢 這個就是名符其實的倒行逆施 沒有人叫你取全民支持 這是不可能的 就算在最民主的國家也做不到 但是你沒有理由是逆民意而行 好了 接著他繼續說 說很多地方的執政者都是 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始終有一群人支持 通過就可以了 如果政府什麼都不做的話 就是失敗 你這種思維就是有問題 葉劉 不是說你通過就可以了 不是說你數舊票在立法會 建制派佔大多數就可以了 你都要顧及到民意的 你事實上這群人雖然在立法會佔多數 但是你是沒有足夠的民意基礎 你是靠那個扭曲了的選舉制度 你才能取得大多數 你還在說這些說話 完全都是大言不殘 就可以反映出這個人是毫無反省的 完全就是沒有做到總結經驗 沒有做到茶酒不足的 你還在說這些說話 這些人還可以在行政會裡面出謀獻冊 難怪香港是沒有運行 葉劉還說到 認為群眾上街遊行已經對特區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制衡 他舉出03年的時候 23條的暫緩立法作為一個成功制衡的例子 他還說 23條立法和逃犯條例修訂的不同之處在於哪裡 就是03年七一遊行之後 特區政府宣布暫緩立法 那些市民很善良 這次就不是 繼續有人倒路放火 一直搞了這麼多個月 拜託你不要歪曲歷史 沒錯 03年的七一遊行的確是為當年社會帶來非常大的震撼 因為自從97之後都沒有試過這麼大規模的遊行 但問題就是 若然當時的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完全無動於中的話 這23條立法仍然會遞交到立法會當中繼續審議 然後舊票就會通過 當時七一遊行就是影響了以田北俊為首的自由黨 他就帶領著田北俊帶領著這個自由黨的八票倒過 就是說 若然特區政府堅持將這個法案遞交到立法會 一表決的時候 他就不會投贊成 自由黨的八票 所以後來老董才收回這個法案 到底七一遊行是能夠制衡你特區政府 還是七一遊行令到自由黨倒過 自由黨制衡你特區政府 這是很大的區別 如果沒有人受到感動 沒有人受到影響的話 這遊行完全是廢的 對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歪曲了就覺得直接制衡你 就算說去年的逃犯條例 當第一次六月九日有100萬人出來遊行的時候 你特區政府仍然是打算 照樣遞交去立法會表決 後來去到六一二了 才有一群年輕的抗爭者走了出來 再去到六一六有200萬人遊行 你才是開始想要縮 你不可以這樣扭曲歷史 如果單純只有遊行的話 基本上 能否制衡到特區政府都成問題 所以後來才發展到要和勇不分 就是什麼辦法都要用一下試一下 你葉劉說這些說話完全是不負責任的 最終要制衡到政府或者是警權的 就是要通過一個民主的制度 用選票把這群人踢走 對不對 用選票來把一些不負責任的人踢走 把一些無能的人踢走 把一些乾煩惡行的人踢走 你現在就是沒有這個民主的制度 就算有的都是半民主半扭曲 你這個功能界別是扭曲了 對不對 你還好意思說通過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會通過到 就是因為你用這個扭曲了的選舉制度 令到自己成為大多數 對不對 這樣的事情完全就是大言不慘 完全就是對不起人民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